请和长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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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愿解如来真实欲 好,请方长 今天我们继续讲 大佛顶首诺言经义冠上册 今天因为到福慧寺 这个树林福慧寺区 跟青银长老拜寿 所以晚了一点 刚刚摄影的人跟我讲说 包括这里,我们晚了 这个时间晚了 我说怕什么? 我们又不是台式 差个一分钟两分钟 有什么不得了 对不对 对 好,所以 请继续看 这个 264页 注释 第一条 无始来 无始 无量世 无量节以来 以其结束无量 时间渺远 就时间是很远 非凡夫俗智 所能理会 这凡夫俗人的智慧 没有办法了解 这个时间有多长 必非菩萨身闻原觉 所能完全了之 唯佛与佛 乃能究竟 这以其初始是 如此的幽影难了 所以方便就称为无始 事实上 我说过 就是说 这个无始 并不是真的无始 它还是有一个始 只不过这个开始 太久太久远以前 是无量无量节以前 那佛菩萨为了 就是方便的说 免得 你答应讲说 有一个开头的地方 然后你就要追问 那个开头在哪里 可是跟你讲 你又不能理解 那如果用台湾话 那个谚语讲说 如果要比给你看熟 也没那么长 所以就方便的说 无始 而实在并不是 究竟而言 并不是真的无始 只不过是我们的智慧 没有办法了之 所以就称为无始 这个无始 我在翻译佛经的时候 这无始 开始的时候 很折腾了一阵子 后来发现 原来英文也有一个类似的字 from time in memorial 无法记忆的 memorial是记忆的 memorial是记忆的 memorial是remember 无法记忆的 无法记忆的 那个时间 那就表示很久很久以前 所以就跟佛经讲的 所以就跟佛经讲的 这无始是类似的 看第二条 种种种颠倒 所说的颠倒 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凡夫的四倒 凡夫有四种颠倒 那哪四种呢 就是在世间的不坚法中 不坚的法就是 会败坏的法 叫不坚法 不坚固 不坚固的意思就是 会败坏 那无常记忆 本来是无常的 他却记忆 那认为他是有常的 常的意思就是恒常 不无常的事情 他记他是恒常的 比如说什么呢 这样讲就很抽象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 像 印度人 记梵天是恒常的 对不对 可是梵天是什么 梵天是天道 对不对 那天道 天道的众生 会不会恒常 是不是永恒了 不是嘛 他只是寿命比较长 所以他还是会 有受尽的一天 对不对 所以 记梵天为恒常 那是永恒的生命 所以都是颠导 那以梵天来讲 那像基督教的耶和华 也是一样 那耶和华其实是什么 你知道吗 耶和华 依据现在的学者研究的结果 是犹太西奈山 西奈山知道吗 西奈半岛啊 知不知道 好像不知道 他是以色列西奈半岛的山神 他原来是山神 他原来是山神 就好像 就好像日本人 他们信的日造大地 日造大地 那么他们认为是 就是一切万物的造物主 所以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造物主 你知道吧 那他日造大神是 他们的造物主 而且是永恒的 当然是永恒的 对不对 所有的造物主都是永恒的 那事实上 佛法来看都不是永恒的 对不对 都是无常 无常的 那什么叫日造大神呢 就日本不是他们的本土宗教 叫神道教对不对 神道教的教主就是日造大神 这样子吗 就好像 我们中国道教的 的祖宗是老子 对不对 但 可是又后来传传传传 变成说什么 就是西王母 变成西王母 不晓得为什么会变这样子 不晓得 而且男的变成女的 那那些都是当然就是 永恒的这个长寿仙 对不对 那事实上就是说 以凡夫跟外道人来看 因为他们的那个神仙 或是神或是仙的寿 都很长嘛 那凡夫没有办法了知 没有办法真正知道 所以就把他认为是永恒的 所以是恒长的 所以嘛 这个你若一任言经你就知道 有一去叫先去 我们不讲六去嘛 但是这个任言经讲七去 七去就加一个先去 那先去他也是有寿命的 所以这跟天道是差不多 有寿命的 可是你看那个 这个道教的 他们都没有讲到说 他们先人如果要死掉的时候 怎么样 都没有 说先人受尽 先受尽了 都没有讲这个 但是以佛法来讲 因为佛的那个知见 无正片知觉嘛 无所不知啊 所以就可以看得到 一切人 一切世间 一切神 天 乃至于诸天魔王 他们的寿命 这佛都知道 而且都是一定有 一定有一个近期的 所以那个天人不是有 要灭亡的时候 都有天人五衰吗 那么 同样的就是说 先人也是会 也是会死亡的 那 耶和华如果是三神的话 那他当然也是会死亡的 好 好 那只不过就是说 耶和华是经过耶稣 还有尤其是罗马把基督教设成 这个罗马的国教 所以他就普遍的成为西方人的信仰 这样子 其实他是本来是 这个犹太教 基督教的前身就是犹太教 犹太教本来是犹太民族的民族宗教 就好像我们道教一样 大概只有中国人性 对不对 那日本的神道教 乃至于这个印第安人 他们每一个族都有一个宗教 有一个神 那那个都是他们主于这个民族宗教 但是我们佛法就不算 不跟那个一样 因为他们都是用 如果讲清楚 就是用宗教来巩固他们的民族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要存活 要survive 那所以你必须要团结 那怎么团结啊 一般人很不容易团结 就借由神道的力量来团结 来团结人心 然后大家共同的信仰 来在一个共同的神的下面 大家一起来努力 这样 不过也因为这样子 产生很多的纷争 不同的宗教就打起来了 好 所以凡夫四岛就无常计常 这个团是指这种团 你懂吗 还有呢 基督教里面还 其实跟婆罗门教也是一样 他们记灵魂是永恒的 是长的 不过这个婆罗门教还好 他是有三世 有过去现在未来 这灵魂是有过 就要像众生的生命一样 但是基督教他只有二世 他只有现在世跟未来世 没有过去 这个逻辑就很说不通 但是他们的宗教是不准问问题的 不准有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神道论 所以一切都是神道的 所以在神创造之前是没有东西的 所以也没有众生也没有灵魂 一直到神道了以后才有 所以没有过去世 这样的吗 所以他们的理论就很不周延 很不圆满 所以他们只有现在世 一切众生都没有过去 只有现在跟未来 那为了 现在就不用说了 现在是因为背着亚当夏娃的原罪 所以他都是在受那个原罪的苦 这样 这回头讲就很好笑 就因为咬了一口苹果这样子 那就是原罪 那所以因为你们的祖先咬了一口苹果 所以他就在这边受苦 然后所以现在是受苦 那来世是什么呢 来世就是要看上帝高兴还不高兴 如果上帝对你有恩典的话 那你就上升天堂 那如果觉得你不好的话 就把你下地狱 他就是这样子 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 那会不会再来升做人呢 没有这么说 这是很奇怪 因为他们没有轮回转生的 这一个理论 所以 suppose你是不会再来做人的 你要不然就是上天堂 要不然就是下地狱 你看这个道理很说不通 对 好 所以 然后接着 所以这个就是 记这个 对 所以他创造的那个灵魂 因为是神创造的 所以 等于是神有著作权 你知道吗 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够把他改变 你这个灵魂造出来 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子 这永远是这个样子 所以不能改变 他不能变好也不能变坏 但是我们佛法就不一样 一个人的出生以后 你清净善知识就学好 清净恶知识恶有就学坏 那坏有的环境里面就造恶事 对不对 所以你会增上也会堕落 但是 所以因此你会变好也会变坏 但是 这个基督教的理论就是 你的灵魂是永远一样的 所以这个什么 灵魂是有常 是恒常的 这说不通 对 所以种种原因以后 我在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在追求真理所谓的 那也去参加过这个附中团契 没听过 就是一个基督教的聚会 都是附中的学生 那有一个弟兄在那边领导 成为附中团契 我也在那边唱了不少的圣歌 甚至于 哎呀 阿弥陀佛 这个 我以前在教书的时候 我就模仿我们师大的英文老师是修女 他上完课 就会教我们唱一首圣歌 那就发一本圣歌集 都蛮好听的 所以我在教书的时候 也都留个三分钟五分钟 教他们唱一首英文歌 不过常常也都是所谓的英圣歌 希望我那些学生都把这些歌都忘掉了 这样我就无罪了 好 所以 他们是既灵魂是有常的 这个真主是常的 然后真主所造的人也是有常的 所以他们是 就说灵魂不灭 不但是不灭 而且是永远不会改变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就是错误的 然后无乐即乐 这个更容易了 实在没有什么快乐 但是我们凡夫都觉得很快乐 凡夫在射生香味处罚 这都当说是快乐啊 乃至于就是说 以杀为乐 以道为乐 那讲 以杀 你看那个暴力的电影嘛 对 然后一定要杀的悬 你难道杀的很狠 这看了才够近对不对 然后那个 以杀为乐 我们以前不是有一个影片 影集叫妙贼吗 对不对 那因为他偷的很妙 我们看了就很 都大家都看得很愉快 是不是 所以他的道树高明 乃至像这个 跑进那个大英博物馆 或是巴黎的那个 那个罗浮宫去偷东西 然后避过重重的这个 这个警戒的东西 然后把东西 几千万几百万的钻石偷出来等等 我们都看了都觉得很好 对不对 那就是以道为乐 然后 然后他是以道为乐 我们是见道心随时 对 对 那我还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 英文叫Sting 中文不知道怎么讲 反正就是史提夫 史提夫麦坤知道这个人 史提夫麦坤 没听过 有一个大集中营看过没有 六壮士看过没有 都没有 你怎么这样子 你没有文化 反正就是史提夫麦坤 他就在那个集中营那个电影里面 他骑那个 好像是600cc的机车 哇!骑得很帅 那史提夫麦坤在那个Sting 那个电影里面 他玩那种炸赌 你知道吧 然后炸赌或赌完了 最后 反正那个电影就是 就是讲他发了财 然后坐在那边 然后那个两只脚这样抖 说不出来 我要做给你看 现在也不方便 反正就很拽就是 很拽就是 那种样子很好 所以 可是炸赌 炸赌本来是不好的 就是无乐即乐 对不对 杀到赢 赢 这个就比较复杂 对不对 那 妄语 这妄语可多了 妄语可多了 不只是你们说你讲话骗人 只要所有的不识语都是妄语啊 对不对 那什么是不识语呢 小说家写的小说 是不识的嘛 虚构的嘛 对不对 所以那也是属于妄语啊 可是我们都看得很快乐啊 是不是 我们都是水洗赞叹啊 对不对 他越是创造力高明嘛 我们就越觉得快乐 是不是 乃至于所谓的 罗曼蒂克啊等等啊 冒险啊等等 那都是造出来的 对不对 虚构的 但是我们都看得很高兴 那你还有看像武侠小说也是嘛 都是虚构的嘛 可是就非得这样子 我们就不快乐啊 就无乐即乐 无我即我 本来我们众生是无我的 那即有我 不静即静 所以就变成四岛 所以就变成四岛 因为是四种颠岛 所以无常无乐 无我不静 而既有常有乐 有我清静 这样子 所以就称四岛 这个四岛是异业 也就是旺祸 那是凡夫生死流转 就分断生死 长节不能够得到解脱的本意 所以这凡夫就包括外道了 第二个二圣 所以我们凡夫人有四种颠岛 那二圣人呢 也有颠岛 这个颠岛也是四个 这二圣是一于真如所现一切 究竟不生虐的奸法中 奸法就是真常的法中 他常计为无常 乐计为无乐 我计为无我 静计不静 就是常乐我静 这个是真如的境界 那他把它记为无常 无乐无我 不静 所以就变成四岛 那因为这个四种颠岛 所以他就会起心焰 心就是喜欢 焰就是不喜欢 那么心焰是什么呢 就是心灭般激进之乐 而焰就是焰生死 所以二圣人就没有办法起大怨 度脱众生 所以他们就只求自己度脱 以求治疗 因此就造成颠倒 而不得究竟 所以他们都不乐求无上菩提 所以虽然入于有余一的虐般 但是他们的阿赖耶 能然受维系的生死 就所谓的奠义生死 所以他们的虐般是有余一的虐般 不像佛菩萨是无余一虐般 那因为他还异于那种虐般乐 这样子 所以叫有余一 在本经此文中的颠倒是指九戒众生 就是九法戒的众生 因为不了真心 迷真逐妄 所以就变成颠倒妄祸 接着 业总自然 这个业就是造业 种就是新成种子 自然就是自然而遭受果报 这有法尔如是的意思 这法尔就是如此 法就是这个样子 就有这样子的作用 前面的颠倒是属于起货 这里的业种是属于造业 那自然是受果报 所以起货造业受果报 这三个就是货、业、苦 那 这个就是像那个二叉 就下面会讲了 一切众生轮回的根本形态 就是起货、造业、受苦 所以 一致永远这样子不断的循环 接着265页最后一行 如二叉句 二叉 这个范文叫阿克萨 那 意为盐贯珠 那 金刚子 这是 印度的一种树的名称 翻过去 266页 那 也是他的果实的名字 这种树所结的果实 就三粒同一地 所以 就称为二叉句 就像这样子 我们琵琶是不是这样子 琵琶不知道几粒就是了 但是那二叉阿克萨 就是 他每一枝上面有三颗果子 这样子 那 所以 这个佛法就把它拿来当作是 当作是 起货、造业、受苦 这三个 而且他们就变成中间的互相就关联了 因为有一个 有个地 连接着 这称为《四论卷二》里面讲说 一切有情 无死来 有种种界 如二叉句 法耳而有 所以 《成为四论》里面也是有这样子的用法 那么 二叉句的果实是呈紫色 这印度人都拿来做染色或是炸油 他的果盒可以做念珠用 接着 266页的第二行 第二个条目 诸修行人不能得逞无上菩提 前面是指一般凡夫的颠倒 凡夫起获造业而受种种苦报 因果不断 固然可怜 而诸修行人 纵使有心修行 如果不了本心 而以生灭为本修行 为本修因 而欲求佛圣的不生不灭无上菩提果 是不可得的 这便是修行人的颠倒 因为这样的颠倒修行 所以就不得所愿如意 这是非常可怜的 下面一条 乃至别疼深闻缘觉 乃至就是圣智 别就是不是通途 而是有差道的意思 这就是说 有些修行人 虽有心求无上菩提 但以不了常住真心 因此就错乱修习 因此不但不能成就无上菩提 甚至于还走出佛圣的坦途 入于岔道 而成二圣 身闻缘觉 大波内班经的摩世品中说 这一句话大家注意一下 退堕二圣是菩萨模式 你把这一句话画起来 大波内班经里面讲说 什么是菩萨模式 就是退为二圣 因为你本来是菩萨圣 修行菩萨法 结果你就退下来 学这个二圣法 追求二圣的境界 以为究竟 那就是菩萨模式 这个就顺便提到 我所知道的就是说 这个以前就是在民国以前的这个汉传佛教 这个一千多年 多半就是说 都不鼓励人看阿罕经 都不鼓励看阿罕经 甚至于阿罕经就是锁在那个 经葬里面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没有悟到这个大圣的境界而去看阿罕经 你就会先入为主 然后就会变成学二圣 但是我们自从民国初年以来 就因为在某方面的学术发达 然后又开了很多的佛学院 就研究经典 所以研究阿罕经的人就很多 然后来自于就是提倡阿罕经的修法 现在很多很多 当然你如果已经通达大圣 再来学二圣 学小圣的 这没关系 这问题是你大圣有没有学好 大圣没有学好 再就去学小圣 常常就进去就出不来了 就变成小圣人了 这就是会这样子 所以叠成声闻圆解 这就成为修行人的摩世 那为什么成为摩世呢 看下面 因为菩萨如果度为二圣 不能成就佛道 下面四个字你画起来 诸摩关系 你不能成佛道 就摩大关系 你如果要成佛道 怎么样 依佛经讲 摩公正列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要学 你要成佛道 那摩公正列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成佛的话 那度很多众生 就削减了这个摩的威势 他的 他的那个 territory 怎么讲 领土 他的领土啊 他的势力范围啊 就缩小了 对不对 那本来是他所管的众生啊 就被抢去了嘛 对 所以他的 他的威势就变小了 这样子 好 下面一条 二百六十五 也最后一条 提成外道 那这更早就好了 对不对 你学佛法 学大圣变成声闻 或是圆诀 也就罢了 但是 学佛法 就变学成外道了 这不是很冤枉吗 是很冤枉 但是 往下看 修行人自求无上菩提 但是 因为 本修因 虚妄的关系 所以 没有办法 成就菩提 就反为 多为二圣 已经构产了 对不对 但是 还有更糟的 就不但迷失本性 而且还 于心外见法 而修行外道法 那么这个就是 任杰经里面所说的 学佛法成外道 还有一种 佛法中外道 所以这外道有很多种 你知道吗 总共有这四种 第一种是真外道 他就是外道 比如说 譬如说 基督教、天主教 他们就摆明了 就他们根本 跟佛道是完全没关系 而且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就是真外道 那 赴佛法外道 比如说 比如说有一些宗教 比如说 法轮功 他自称是佛教 可是事实上他不是 他甚至也不是外道 他根本没有什么道 他就是 他就是 就是这边 打坐 然后练拳 是搞不清楚的 什么东西 他根本不知道 但是我们 姑且 说他也是 付佛外道 因为他自称是佛道 而且还说他们是究竟的 而且 法轮功的弟子 还不准拜三宝 你知道吗 不准设佛堂 不准看佛经 这很奇怪 可是他保证你一世 能够成阿罗汉 可是阿罗汉是佛法 对不对 那你不拜三宝 你如何 不拜三宝 你如何能成阿罗汉 对不对 那你不休苦极灭道 四圣地 你如何成阿罗汉吗 你就这样子坐在那边 然后一边听音乐 一边打拳 这样就能够成阿罗汉 这是很奇怪的事 所以那种是 付佛法外道 然后还有一种 学佛法 谈外道 本来学得好好的 学学学学 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变成外道了 你看有这样子的事情 是有的事 有的事 不要怎么搞的 他学到后来就变成外道 好 然后还有一种是佛法中外道 佛法中外道也就是说 他本是外道 但是 他又 这个 用这个佛法包装 所以让你认不出真假 你知道吗 那么 所以这种 这一种是最可怕的 那么比如说有一些密教啊 就是这样 佛法中的外道 他骨子里是外道 他面子 里子是外道 面子是佛道 所以你搞不清楚 一般人都搞不清楚 你知道吧 好吧 那么所以 学佛很困难了 你稍微走错一点点 就错了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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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走错一步路 你没有得到利益先受苦报 是不是 好 所以 学佛法层外道 这是一种模式 那佛法层外道当然也是一种模式 所以这种模式末法时期就特别多 近日游圣 还有许多人的近乡与外道打交道称为交流 然后称为互相学习 就学政不分 然后认为说是信量广大 这样 很奇怪 所以就越明越远 这个本来是怎么样 你佛道你就佛道 你就外道就外道 外道你去弄你的外道 然后我们就河水不犯井水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对不对 那大家都相安无事 对不对 那如果一定要说什么交流 到后来就面目全非 结果他的道也没有了 我们的内道也没有了 他的外道也没有了 那就大家都胡说八道 所以你看下面诸天 所以我的主张是什么 我的主张就很简单 你就存 存静 你若是存外道 然后你很虔诚 我也尊重你 可是那边搞七年八的这样子 觉得很不好 然后怎么样存呢 你学什么就要像什么 这样子 对 你学禅 要像个学禅的 你学净土就像个净土的 然后各个通达 这样子 那不要学着 这个 半斤八两的这样子 那什么都不像 那就不好 就即使在佛道里面也是这样子 你要学着学着像个样 那更何况 你佛道又去跟外道搅混 搅祸这样子 就很不好 就杂乱了 这法整个杂乱了 所以那个不是博达 你知道吗 那不是博达 那是杂乱 那那个也不是新量广大 那个是好事攀缘 好吧 接着下面一条 诸天 也就是欲界六天 色界诸禅天 无色界诸空天 那这些诸天 除了禁居天以外 都是凡夫所住 这凡夫不能发菩提心的 就修福不施 那命中就成其所修的福 得升到六欲天 那还有呢 如果不发菩提心 而修凡夫禅 得四禅定 命中 就可以升到色界的四禅天 那如果不发菩提心 而修四空定 就命中就可以升到 无色界的四空天 这些去处 对于凡夫来讲 都是很好的 因为都是善道 但是如果对于原来是求佛道的 求无上佛道的修行人来说 那就很糟糕 因为什么 因为天福很久 那么一来就耽误了 进去无上菩提的路 那二来呢 就天福受尽 就会堕落受苦 那尤其是第一种 虽然发心学佛 但若只知道修福 而堕到三圣以外 成为凡夫的人天圣 那就更可怜了 就人天圣什么 人天圣还好 如果就只求人间福报的 这种 那就更糟糕了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普天之下太多了 这些佛就只是修些福 就是布施 教权布施求福 就这样 就当作就是 学佛的全部了 那佛讲经四十九年 跟他都没有相关 跟他都没有相关 那所以你看看 我这样讲的不太好听 就说 那佛太可怜了 如果大家都这样子 他老人家这么辛苦 讲了四十九年 我们现在都不要 我们就只是 只是好像 好像那个 就是互助会一样 每个月 搅搅钱 然后修修福 这样就算是学佛了 那样的话 佛就太可怜了 是不是 那我们就太辜负了佛 辛苦 讲了这么多的 无上圣神为妙的法 然后可以度一些苦恶 那都跟我们都不会有关系 就犹如五主大师对门人说 如等终日只求福田 只求福田什么意思 就只知道修福了 不求出离生死苦海 只想修福 不想出生死 简单一句话 这样就是迷了 对不对 那就迷什么 迷于自信 所以自信若迷 福和可救 你若迷于你的自信 然后不想要恢复你的本性 再见你的自信 那这样子的迷 你那个福修了再多 有什么用 怎么能够救你呢 这救不了的 这福能不能度生死啊 不能嘛 对不对 福是有漏的 所以一定要无漏的智慧 才能度啊 对 但是佛门中 这样子的人呢 就近年来就越来越普遍了 已经畏为风气 就变成一种风气了 而且几乎是成为现代佛教的主流了 也就是说所谓的人间佛教了 大家都在搞人间的事情 那佛间的事情就没人搞了 所以佛子起古树呼 古树的意思就是害怕 因为害怕 大概不会 惯惜惯惜 接着翻过来 268页 磨王及磨眷属 磨就是磨罗 泛文原文是Mara 那他的意思原来是夺命 障碍 扰乱 破坏 傻者 这个磨这个字是梁武帝发明的 这个发明的很好 就让人家一看很害怕 对不对 事实上磨是天子 你知道吗? 他是长得很漂亮 不是很难看的 他是大帅哥 你知道吗? 所以不是说妖魔鬼怪 然后那个青面鸟牙 那个叫磨不是 磨是长得很漂亮 不管是磨天或是磨女 磨天的话 那么就天子嘛 那就是大帅哥 那磨女呢? 怎么讲? 就是 就是很漂亮的女人 怎么讲? 美女 就大美女 现在比较 比较modern的讲法叫做 不是美女 辣妹了 辣妹了 辣妹 这一个词也好久没听了 因为都没看报纸 也不晓得 所以 摩罗他的意思是夺命 夺什么命? 夺人的慧命 不是夺你的生命 主要不是夺你的生命 是夺你的慧命 障碍 障碍什么? 障碍你修行 所以 我们世间人最好最好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修行 对不对? 当然升官发财也都是好事 对不对? 但是那个都是生死轮回的事情 但是修行是出生死轮回 正菩提的事情 这种好事呢 摩就一定要障碍你 这样子 所以藏人好事的人就叫做摩 所以藏人修行的就是摩 然后扰乱呢? 扰乱当然是扰乱修行 破坏也是破坏修行 杀者就是杀你的善根 让你的信根、精进根、定根 都把你杀掉 那如果要杀 最基本、最快的就是杀你的信根 信根一断 其他都断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的信根已经很坚固 动摇不理你 动不得你的时候 就杀你的精进根 让你起种种烦恼 不能精进 这样子 那你就又败下来了 对不对? 那如果你精进还是很勇猛 你还是不为他所动 他就用种种方便 来扰乱你的定力、定根 这样子 然后定根也是很深厚 也不能动 就坏你的慧根 所以一步一步上去 那所以最烂的人 这个出发心人 他就只要坏你的信根 一下就搞定了 一下就把你搞定了 搞到又回到他们魔界里来 这样子 这样子 好 好 那么 这个 有四种魔 好 好 现在不是剩下一分 剩零分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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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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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